我每次測試很貴的車 總會有人留言 這麼貴 買一層樓好過 但對我來說 車和樓真的不能比較 我們今天測試這輛車 就是全香港或全球最貴的SUV 盧斯萊斯的摩羅蘭 究竟買了它之後 駕駛開心點 只吵過癮點 盧斯萊斯的顧客 我相信大部份都是乘坐先決 Colon後座我先假裝老闆 你會看到甚麼東西 眼前看到的全部都是極致奢華的用料 木紋是對紋對色 皮革索色是平均摸上去有手感 最誇張的是地毯 踩上去你會覺得差不多一串厚的毛很長 你不忍心把骯髒的鞋底沾污了這麼漂亮的地毯 我相信它是全世界最厚的原廠地毯 後座的設備有甚麼呢 嘩 多了 你看到冷氣出風口全部都是電動 摸上去 金屬冷冰冰 前座有一個按鈕 你一按起 除了電動摺桌外 還有一個螢幕 這個螢幕是後座乘客的控制中心 你可以控制這張椅子要不要按摩 還有甚麼好玩的地方呢 你一按這個按鈕 整車的拉鍊就會關閉 後座的Petition 也會有一個鏈 好像戲院落幕時散場 這個設計其實非常好 因為第一 後座的行李有靜音作用 第二 當司機要拿行李時打開車門 整車的冷氣都不會離開 這是一個豪華又先進又窩心的設計 這個除了一個手枕之外 你打開 這裡有另一個控制的旋扭 中間是一個杯架 現在有無線充電系統 這裏打開後是一個用來放香檳的雪櫃 而且摸上去真是冷靜的 乘坐感真是無法彈 你坐上去會覺得重心挺高 行車的縮靜性亦是強的 不過它用到這麼大條的連鎖 香港的路面又鋪得衰 仍然會有少許感覺到震動 與Phantom的距離相差一點 但你考慮現在是SUV可接受的 後座比較怪彈的地方是甚麼呢 電鏈系統固然是一流 但奇怪地這隻小窗竟然要手動 Colonand與Phantom共用鋁合金底盤 這部車車長超過5.3米闊 2.1米逐距都超過3米 非常巨型的SUV 我告訴你在香港這麼窄的路面使用 如果它很靈活的話 擺到就騙你了 車頭真是極之長及極之闊 你一定要適應這部車體 但在體位上反而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坐姿是高的 而且車頭四四方方 很容易預位地加上鋁神像在前面 你覺得鋁神很近前面的障礙物 即是車頭到達 你自己小心一點 動力部份是6.75公升的V12雙Turbo 馬力560多匹 800多牛頓米扭力0至1005秒多 對於一架超過2噸6的車來說 簡直是驚人 路斯萊斯的汽車從來都不會有轉數錶 速度錶旁邊有一個叫做Power Reserve的錶 即是告訴你剩下多少動力 我現在走60公里左右 還有90%多的扭力未用盡 它的力量大到很恐怖 但大得來純、大得來滑、大得來靜 你要享受它的動力、扭力 反而在低轉時 然後它的表現我更欣賞 操控上這架車有四輪驅動 亦有四輪轉向系統 全部都不能調校 作為駕駛者 一般常見的Eco Mode Power Mode 甚麼模 在Thorneum上亦完全沒有 坦白說Eco Mode對於路斯萊斯車主來說 簡直是沒有欲 為何要限前Eco Mode Power也不用了 本身任何時間都是Power Mode 轉向上它的軚感不是很鎮定 轉向的比例亦有少許要等一等 這種等一等的感覺 其實不是慢的 而是令人駕駛起來放鬆一點 唯一你要適應的 就是由於這輛車是八前速的波箱 但它不切任何加減波 在彎前想拖一下波才入彎 不可以的 全部都要靠駕駛 要靠電腦感受到減速才拖一下波 你要少許時間適應 少許時間習慣它相對較長的煞車時間 其餘沒有其他問題 第一要適應的就是這輛車真的很大步 到你泊車時真的要小心翼翼 不過幸好這輛車有多角度的泊車輔助 那你望著螢幕看清楚障礙物 聽真點嘟嘟聲的話 再小心點就沒什麼事 不要嗨囉 嗨傷真是好大件事 我們要仇恨的其實都是共產黨 �嬌 嗯 嗯 嗯